所以来给你一个挑战 你能不能从这堆照片里面 挑出我们这次要试驾的 林肯的新款MKC 来试一下 这都差不多嘛 现在这些车搞什么家族化设计 搞的全部都是双胞胎 根本就不是兄弟姐妹 所以这里面有新款的MKC和老款的 还有航海家 都长得比较差不多嘛 我只能试试了 我记得它的前格山 已经换成林肯的新婚式格山 但这两张不是一样吗 一模一样的 对啊 我随便猜一张吧 嗯 这个 啊 随便猜啊 嗯 诶 自己的MKC 这个 这叫吧 你还真是靠瞎猜的 来来来 我们去看一下真车吧 诶 你看这就是新款的林肯的MKC了 其实刚刚你照片里面 你也看到的 它唯一的变法 其实就是那个前格山 嗯 其他地方几乎跟老款是一模一样的 嗯 好 接下来这个试驾又交给你了 没错 中期改款的林肯MKC 在外观上确实缺了点诚意 除了新格山 其他细节基本原分不动 中期改款的福音 都跟从赫园上 都死定了 比如说 伤害的 偶然 在不断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瓶 两瓶 三瓶 真正八瓶水啊 至于后排的空间嘛 只有2690毫米的轴距 确实是硬伤 虽然后排椅背也可以调节角度 但即便是在最倾斜的位置 想要舒舒服服地翘个二郎腿 有点为难自己了 最后再来看看它的后备箱 首先感应时 后备箱们灵敏度高 清测好用 其次空间不小 508升 地板也很平整 在放倒后排座以后 总容积达到了1324升 宽敞 终于轮到实际驾驶的环节了 一键启动 换挡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驾驶途中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大片鹿尾道 很是漂亮 巧就巧在中间正好有一条小土路 更巧的是 我们恰好开了一台SUV 于是毫不犹豫的就拐了进去 来了一次轻越野 我想大部分人购买SUV的初衷 并不是真正为了去越野 然而一旦遇到这种 相请不如偶遇的情况 我们也能随时毫无顾虑的 去任性一把 这就是SUV价值的体现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台车给我的最大感受 依然还是舒适和安心 作为顶配车型 主动安全配置可以说是很全面的 在高速公路上打开ACC自适应巡航 设定好车速便可以放心地跟随车流前进 官方宣传支持STOP & GO 自动跟车功能 然而我们亲自 当时速低于20公里的时候 ACC便会自动退出 这个STOP & GO 到底能不能做到自动STOP 我们也就敢打包票 还好经历采维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这是没有钥匙 我上了车又能干什么呢 发动不了啊 难道只是为了不在外面吹风而已吗 啊 你说的这确实是个好问题 那难道这个密码锁功能就这么积累掉了 当然不是 经过缜密的研究 主要是通过查阅根本没有人看的说明书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密码锁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当你要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身上不方便携带这个厚重的车钥匙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把车钥匙留在车里轻装上阵 诶等等 我去运动了 车钥匙留在车里 你确定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车还在吗 啊对嘛 谁让你这么着急呢 这还漏了最重要的一步呢 重新来 第一步将车钥匙留在车上 第二步关门 第三步同时按下门板上密码锁的7890两行数字 车这就锁上了 这下你终于可以放心的去运动了吧 这下你终于可以继续 快拔车咯 快拔车咯 待着呢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刻才是真正属于林肯车主的优雅时间 怎么评价这款车呢 车型新鲜感确实不足 超过1.8吨的车重和落伍的六档变速箱 也导致了较高的油耗 还有后排空间也是一大硬伤 好在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 入门款指导价仅为29.88万元 我们试驾的这款顶配车型也才38.88万元 同时呢市场优惠幅度也很可观 综合来看 指导价34.58万元的两驱尊雅型 在我看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30万左右的实际售价非常值得入手